出演和我老公结婚吧的宋世云 李启光将一起出击综艺认识的哥哥 和我老公结婚吧 讲述因至亲与丈夫的背叛 而迎来悲剧性结局的女人 回到十年前将自己悲惨的命运 还给他们的第二次人生 播出期间受到许多观众喜爱 与本月二十日播出大结局 特别是第一次挑战反派角色 代以历代及演技吸引观众宋世云 首次出演认识的哥哥 令人更加期待 即将回归的组合 HiWat的成员兼演员李启光 时隔三年出演认识的哥哥 与哥哥们的重逢备受关注 来到认识的哥哥的他们将讲述 能够抚慰电视剧中映遗憾的幕后故事 并传达中映感想和近况 完成完美演技变身的演员宋世云 和时隔六年成功回归电视剧的李启光 会在节目中带来什么样的活跃 恋人期待 而这集将在三月中播出 由朴敏英 罗仁佑 李一庚及宋世云领衔主演的热门暴剧 和我老公结婚吧 一播出不仅掀起许多讨论 在剧中饰演让人看了恨得牙痒痒的 小三衣角的演员宋世云 生动演技更是引起许多讨论 在剧中 宋世云不仅饰演的是朴敏英的假面闺蜜 甚至还勾引闺蜜的另一半 做作又双面的性格 让不少观众是边看边骂 但由于生动的演技和传神又到位的诠释 也在一戏之间人气翻涨 获得不少好评 然而日前官方是 《和我老公结婚吧》的幕后花絮 该场面正是第十一集中 朴敏英是江志愿和李一庚氏 不敏欢解除婚约后 为了还债而与宋世云氏郑秀秀敏结婚 虽然在剧中李一庚和宋世云这对不伦情侣 让大众看得十分生气 但私底下拍戏的互动却是相当的可爱 宋世云甚至在拍摄前在对剧本时 念出我工作做得很好 头脑也很好 据说生完孩子后会马上复职的台词时 露出了充满自愧感的微笑 与戏剧中大言不惭的假装模样形成强烈反差 此外 在宋世云拍摄与婆婆打听新婚全租房的场面时 直接高兴喊着真的好开心并露出了招牌笑容 让一旁饰演婆婆的郑景淳演员不禁好奇 问就只是个全租的房子 为什么这么开心呢 宋世云则表示因为我没有全租的套房 因此能在剧中提前实现住进全租房子内的宋世云 更开心到如果是全租的话 真的很符合我的需要 除了全租套房外 在为了替朴敏英报仇特意来搞砸李一庚与宋世云婚礼的场面中 李一庚更实在上戏前表示 想快点拍摄完离开这 我想快点逃跑满脸自愧又害羞的 两人也让许多网友笑到李一庚自愧感的样子太搞笑了 宋世云反差没有够爱了 听到秀敏说自己会复制 而感受到现实冲击的李一庚的表情也太好笑的 2月20日即将撥避的和我老公结婚吧 无意让演员宋世云遇见了人生角色 甚至有很多观众觉得除了他没有人能胜任剧中的假面闺蜜郑秀敏一脚 宋世云也跳脱了在之前作品中给人的柔美鲜弱形象 变身使坏大成功 宋世云不仅是演技 在外形穿搭以及装感上也下了很多功夫 虽然是反派角色却也受到许多观众们的喜爱 在剧中宋世云展现丰富的穿搭风格 也常在发誓小屋上展现郑秀敏风格 加上无辜可爱的装感更是他最大的武器 而他的造型更是与角色命运一脉相承 一开始是到处放电勾引男人的类型 后来与朴敏英命运交换后 嫁给了李一庚 服装色调变得暗沉 装胆也不再有粉红色调而成为裸色显得虚弱 发型也变得单调 宋世云是从选角阶段就受到观众们期待的一位主要演员 除了相当贴近原作的设定以外 他在于两种情感间极端的呈现相当精彩 有时小鹿般的眼睛里透露出微笑 但一转身却露出邪恶的笑容与惊悚眼神 宋世云透过细腻的表情传达出郑秀敏的不安与愤怒等心情 让观众们大赞演技了得 宋世云之前所累积的形象一直相当柔弱善良 而本次他除了一开始带着假面成为朴敏英的好友以外 抢走李一更之后与婆婆的对立也是一大看点 宋世云也曾在发表会上表示 认为到了该展现自己特色的时刻 他也为了这个角色 以重新出发的态度在准备着 以最大的限度将自己放空 宋世云甚至也提到拍摄前半部的时候 因为投入许多情感在研读台词 造成身体不适 他的台词不少 觉得这样可能无法撑到16级 于是开始寻求精神科医师的帮助 也咨询了犯罪心理分析师 学习如何面对这样的角色 经过了一连串的努力 宋世云的成长也得到了观众们的好评 郑秀敏也称得上是他的最新人生角色 在剧集播出前 朴敏英减至39公斤的造型当然充满话题性 不过在剧集正式播出后 引起最多讨论的却并非女主角朴敏英 而是饰演她的绿茶闺蜜的宋世云 不少观众都大赞她不带样子漂亮 演技还非常到位 的确演活了角色 虽然角色讨厌 观众却表示越看宋世云越喜爱 入行多年的宋世云 终于迎来了人生角色 在《和我老公结婚吧》中 宋世云饰演跟女主角江志愿同公司的好朋友郑秀敏 然而虽然身为志愿的闺蜜 但郑秀敏更多的是陷害 栽赃 出卖志愿 跟她的男友出轨 甚至在她原本的人生中有份害死她 郑秀敏拥有着精致的外貌 并没有被女主角比下去 而且人前人后两副模样 经常都会假装出无辜 纯真的模样 却又会在无人看见之时 向男主角摆出挑逗的态度 当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幕 莫过于郑秀敏为了威胁江志愿 假扮师足跌下水 然后当江志愿跳下水想救她时 郑秀敏突然睁开眼 露出一个同归于尽的表情 然后把江志愿拼命拉住 不让她返回水面 许多观众都被郑秀敏的表情所吓到 加上她情绪转变得非常快 展现出非凡的演技 虽然郑秀敏让人恨得牙痒痒 对演员宋世云来说 却同样是种挑战 在剧集的记者会上 宋世云表示自己在演的时候 投放了不少感情 谁知后来的剧情越来越大尺度 甚至会有内容过于刺激偶心 感觉演不下去的想法 截之 宋世云为了演活这个双面的绿茶闺蜜 甚至需要跟心理医生约谈 才可以好好揣摩角色 亦有了这次这么好的表现 展现出角色背后的丰富层次情绪 宋世云之所以能在 和我老公结婚罢如此亮眼 某程度也是因为她以往的角色性格 从没有这样邪恶 而是多意讨喜的女角色为主 一时尚至SESI封面模特儿身份入行的宋世云 之后因为靓丽的外表而被发掘当演员 虽然拍过了不少作品 但人气却不算高 然而宋世云其实演过不少让观众难忘的角色 例如《我的女儿》 《秦四月》中的《猪五月里红桃》 《三流之路》中的《白雪西》 《马城》的《喜悦》中的《猪喜悦》 《英心》中的《无英心》等 虽然宋世云的名气不算大 却用了许多角色证明自己的实力 当中《三流之路》的《白雪西》一角 更是令她知名度大开 亦获得了演技奖项 另外宋世云也曾经跟不少一些明星合作过 2003年拍摄《小爸爸》上学去 同居就有Lane 2004年就曾经分别跟玄冰和李准基拍摄广告和MV《三流之路》中 一跟朴旭俊 金志愿一起合作 在欧 《英心》就跟苏帕 吉尼亚东海一起主演